洛杉矶的这个楼盘呢,刚开盘 我同事呢,想买还没买着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你们干这一行呢 买房子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 什么好房子也提前知道 那么提前知道是肯定能提前知道 但是能不能买着就不一定了 我跟大家讲讲这个事儿啊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放山经纪人Chris Liu 洛杉矶这边呢,经常会有新盘出来 那么我们是看那个规划的报告 所以基本上呢,提前两三年就能知道 这地儿要开一个新盘 但是你说具体什么价,什么设计 这个知道的就比较晚 但是呢,我们会去分析 那么这个有没有价值啊 帮那个客户去把把关吗 有时候看到好的呢 你像我们自己做这行的也会比较动心 就想要不要自己也去参与一把 视频里这个呢,位于洛杉矶的内陆地区 它这个是独栋,才50多万 而且呢,持有成本低 这个非常的非常的难得 之前我们研究的时候就评价很好 所以提前一周呢,安排了开盘那天的上午10点 去看一下细节 来修正一下我们的判断 中午吃完了饭之后呢,就跟同事讨论这个 同事就觉得这个应该入手一动 因为当时觉得呢,也不着急马上处理他自己的这个事儿 先给客户呢,把分析做好 结果就拖到下午大概三点多打电话 因为他第一期开了20栋出来 结果打电话过去一栋都没有了 开发商那边说呢,要不你们就加个备选吧 我们叫backup offer 就是当别人退出来的话,你可以进得去吗 然后我同事就说,那么明天我过去给你们送材料 那么明天咱约个时间见个面吧 结果呢,人家开发商说明天的时间我们都约满了 其实以前不是这样,今年特别特别的火 给大家呢,也提个小建议 就是今年再遇到这种好盘 一次兴趣就把它搞定 这个盘后面还有20栋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这个盘的细节呢,可以单独找我 或者大部分客户呢,都是把需求告诉我 然后我帮他们盯着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关注 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 下次咱们接着聊